北京时间11月16日,东亚杯子格载继续进行,最终,中国香港的5比1击败蒙古,中国台北领导不敌朝鲜,最终,中国香港已经球术优势, 李亚朝鲜队出现,明年东亚杯将在韩国举行,除了中国香港和东道主韩国,还有中国队和日本队,2003年,东亚杯首次举办,当时叫东亚足球锦标赛,2012年,该项赛是更名为东亚杯,最近一届东亚杯是去年进行的,最终,中国队排名第三,韩国李亚日本夺冠,朝鲜队垫底, 值得一提的是,国族曾拿到过两次东亚杯冠军,分别是2005年和2010年,尤其是2010年东亚杯,国族三比零击败韩国,邓卓翔一战成名,2019年东亚杯在韩国举行,韩国,日本和中国已经确定参加, 还有一个名额在第二轮资格赛中产生,中国香港,朝鲜,中国台北和蒙古正夺一个名额,四队进行三轮循环赛,最终,中国香港获得参赛资格, 自从2010年后,中国香港再次参赛,也是中国香港队第三次参加东亚杯,三轮比赛,朝鲜4比1蒙古,中国香港2比1中国台北,中国香港云比0朝鲜,中国台北2比1蒙古,中国香港5比1蒙古,朝鲜2比0中国台北, 因此,中国香港和朝鲜队都是7分,两队晋升球都是5个,但中国香港进球数是7个,而朝鲜队是6个,中国香港晋级正在,因此,明年东亚杯四强奖势,中国,日本,韩国和中国香港,四队将争夺冠军,具体的比赛时间和赛程上为出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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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